这块脆油的话 他说想捉个兔子吧 然后那天也刚好吧 柴哥找了一块石头 拿过来 然后他要了 我们现在就给他洗开 这块也是一个厚墙料 厚墙料 就是厚墙 看怎么取件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凤兰小姐姐说一下 这一块也算我的啦 下次再给你育 育民的好不好 我们就不搞这种 能不能回本就看你了 这一块还没那么严重 刚才那些好多了 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昆虫 然后做一个白菜 这色水 还有这里的肉质水 没垮完 垮了一大半 但这一块是不适合做的 不适合给它做兔子 有绿的地方全部做成那种 这三块呢 就不适合做它那个兔子了 就先退完 到时候给它预一块更加好 就明料了 咱们不玩赌的了 好不好 再赌的话我都不好意思了 虽然没有什么不值什么钱 但是我是真的不好意思上进了 这三块的话 我做的话 我还能做出它的价值来 只能做白菜 因为想一下题材 因为它有色有种 谢谢 这块又涼涼了 然后做不了你想要的兔子 然后只能退给你了 这个柴哥说 只能他来买单了 完了 今天两块都戏剧性的 亮亮了 我们得感谢这位大哥 自力为我提供免费素材的大哥 包退啊 这三块的话没办法 因为它厚酱料 有色是有色 但是它种子也是不错的 它是裂太多了 只能做白菜 做点别的 翠友本来是想 就是它想找一块好一点的料 做兔子嘛 做一个立体的兔子 可能想送人或者自己带吧 但是没有说达到它的预期 做不了 只能做白菜 那今天的视频又涼涼了 韩家主持照样是凉 那这期就拍到这里 还是临终前还是再感谢一下这位大哥 什么叫做临终前 我要叫做临终前 结束前还是感谢这位大哥 自力为我提供免费素材 下班团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